响应国民体育日以及教育部体育署的政策 南投县府努力推广多元体育的活动 日前于县律体育场办理国民体育日多元体育系列的活动 以及体育有工人员的表扬 现场有多项运动游戏闯 吸引了大批民众来参加 响应国民体育日系列活动 南投县政府在2日举行多元体育系列活动 以及体育有工人员表扬 而南投县政府办理运动爱台湾计划已经持续第8年 不论是体育运动课程 身心障碍者课程以及活动 原住民族活动都备受教育部体育署肯定 县长徐淑华 感谢所有对体育贡献心力的运动员 以及推长基层体育有工的单位以及人员 我们教育处这边也跟南投县的体育总会来合作 不管是在学生的还有孩子的教育经费 包括运动训练的费用 我们又再增加了1500万 另外我们再会再针对于 如果有选手在出国比赛的时候 我们也会另外再给一些的奖助金 最重要的我们希望这些的训练费用 可以帮助每一个选手 他们在各项的竞技上面都可以不断的提升 尤其我们今年开始 教育处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的赛事来到南投县 这个不仅仅对我们在体育的运动上面 让选手有可以跟国际的选手一起来竞技 来学习 那我想可以增加他们在国际上比赛的空间 一定要来感谢管政府大力的支持体育运动 尤其是南投县议会和国际学校 这些高联 校长都是这里立正在参与这次的运动 不管是政治性还是修权性的 我们的招牌都是在禄斗之后的第一名 我愿望说在我们国际上 而活动现场也有运动闯关游戏 有跆拳道 木球 体势能等等的十项运动 吸引大批的民众参与 县长也邀请大家 在9号这天来到中心参加全国万人践行活动 9月9号是国民运动日 那在此呢我们省政府这次也办理了 全国的万人践走大活动 我们希望这次在中心新春举办 应该目前预估也会超过两万多人来参与 那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地方的经济活络也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呢我们也支持事工所在办理南投意面节 所以9月9号早上有万人践走 下午在这个事工所也有办理意面节 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9月9号跟9月10号呢 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多 要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 本次表扬人员包括优良赞助人员 杰出运动员杰出教练 推长体育有工人员 推长体育基优学校 运动爱台湾2.0计划 协谤有工单位以及人员 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 让县内的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接下来廖伟林南投县采访报道